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覆盆子Restberry 它在四月開花 花非常非常的可愛 果實非常的香甜 花朵非常小巧 粉粉白白的 很可愛很可愛 覆盆子是一種爬藤植物 別小看它 很會長 很會長 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長很快 長很多 非常嚇人 Restberry 這個刺是稻鉤 很痛 又出 玫瑰花跟它來比 根本就是小case 因為它有一個稻鉤 所以刺了以後 還不容易拔起來 玫瑰花是直的 它是彎的 覆盆子 要很小心 長太快了 決定棄養 庭園還有其他有刺植物 檸檬 其實檸檬的刺好尖喔 這個比針頭大真的 還要尖 還要長 這是檸檬 檸檬的刺 這麼長一個 所以靠近一下就被刺到了 所以種檸檬 其實農夫非常的辛苦 採摘的時候 不可能沒有被吃到的 不過檸檬 花朵很香 葉子也香 果實也香 非常的清香 花朵很可愛 白白的 小小的 果實也非常的可愛 綠綠圓圓的 綠色小昆蟲 寒羞草 寒羞草 刺很多 要很小心 它這個上面都是刺 刺到手很痛 不要以為寒羞草好像很可愛 很害羞 其實 其實 要很小心它 不要被它去騙了 刺很多 第一名 玫瑰花 不管是小朵的微型玫瑰 還是大朵的灌木玫瑰 都好美啊 都好美啊 好漂亮喔 真漂亮 是玫瑰 玫瑰的刺 人家都說玫瑰花 帶刺 其實這個刺 一根跟一根之間都蠻很寬 其實 而且它的刺是尖的 雖然很痛 可是呢 其實你看還可以拔掉 呵呵呵 咱就沒刺啦 好 美麗的女人 好好安撫 就不會帶刺了 就是這個意思囉 蘆蕙的刺 其實說起來 它的刺反而還是軟的 跟剛剛比起來 這個蘆蕙的刺 根本就不算刺了 小case 這個是鳳梨 大家都知道鳳梨田 它這個 上面也都是吃 這個邊邊 喔 這很痛 邊邊上面都是吃 細細的 看看能不能給你一個腿鞋 看得出來嗎 鳳梨 刮到了 又是一條痕 火龍果 葉子退化變成刺 在金幹的邊緣 刺到好痛啊 拔一顆起來 剛剛好 這一顆 隔壁的台灣山 它的刺 非常非常的 可怕 它這個 非常非常的刺 一化到 就是流血 你看我這個 就是上次 皮 開 肉 站 都是被這個用的 要很小心 所以這棵樹很可怕 有件事 的 這個 或許多 人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